为了能活下去 迪迦带着村里900多个人一起下海 全村人掏光口袋 也只能买两艘七艘的橡皮艇 结果商店老板都不送他们一个电动充气泵 从非洲前往欧洲的路上 要经历9981难 其中一条橡皮艇没过多久就开始漏水 眼看就要沉默 还好被路过的救援船看到 老胡是无国界人道主义救援队的组长 他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和地中海逃难到欧洲 其中一多半都死在了沙漠 能走到这里的人都不简单 可原本一路上称兄道弟的黑子哥 却在谁先登船的问题上大打出手 恨不得踩在往日的兄弟头上往上爬 但吵归吵闹归闹 黑子哥们登船后又开始相互拥抱 嘴里说着对不起兄弟 我其实想让你先跑 可后面的人一直挤我 我就被挤上来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黑子哥从不记仇 但他们被救起来后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他们的老婆孩子丈母娘 还在另一条七百人的橡皮艇上 老胡将来船长 跟他们确认另一条船的线路 黑子哥说 那艘船有一个螺旋桨 舌头告诉他们非洲人不骗非洲人 还给他们加满了油 现在应该都快到了 但他们不知道 那艘船的情况更加糟糕 夜晚 老胡的团队给他们准备了食物 还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漂亮的毯子 第二天一早 黑子哥们就看到了意大利的海岸线 并满口称赞 这里的风景确实比非洲好那么一点点 但有人觉得 这里看起来也就那样 好在有意大利海警船给他们护航 此时的码头已经挤满了工作人员 一人一双人字托是下船后的标配 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不会再有名字 身上的编号就是他们的身份证 但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老胡并没有打听到 另一艘装有700人的橡皮艇的下落 他们要连夜出去寻找 一个星期过去后 老胡终于找到了他们 但船上只有200多人 60名妇女儿童还有两名孕妇 听到这个消息 也许只有身为女人的老胡才能体会到 这艘船上人们的素质比较高 他们先将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送上船 但随后兄弟们又炒作一团 听船上的人说 其他人都坐上了另一艘木船 不一会儿 负责侦查的先锋就发现了他们 从船头到船尾再到船顶 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喝水 人们疯狂地开始往救援船上跑 场面一度失控 有人喜记而泣 有人抱头痛哭 不过没哭多久 他们就开始宰歌宰舞 可是杰克的女儿没有任何表情 杰克说经过这么多天的折腾 她的精神状态已经有点不太正常 小小年纪就要经历这些 换做谁也可能无法接受 撒米尔本来有一家商店和一套房子 但战争让他拥有的一切化为尘土 他变卖了所有的东西才买到了两张票 卖票的人承诺船上只有250个人 可当出发的时候却来了700多人 船上的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折磨 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现实 哪怕有一点办法 他们都不愿背井离乡 而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本来气氛融洽欢天喜地 可老胡被旁边的争吵生喜 一名非洲妇女质问老胡 为什么其他人有毯子 她没有毯子 她要求老胡必须给她安排一条毯子 不然她没法在冰冷的甲板上睡觉 我要是老胡 我就邀请她参加单程甲板跳水